我們講到說 用一個更實際的例子 更商業化的例子 大家記得上個禮拜嗎 我們就是 用了一份這個 非常簡單的 交易資料 那交易紀錄 那這交易紀錄其實讓 除了那個顧客ID之外 只有兩個欄位 什麼時間買多少錢 我們做了一系列 的分析 有 有分群的 趨勢 有群間的流量 我們也做了模型 用模型去估這個 這個工具它一直會擋到 操作的地方所以 很難弄 我們上個禮拜 講到說怎麼樣用 除了做這些群間的 動態探索 那我們也教大家怎麼樣用一個 類別模型去預估 回購機率 然後用一個 數值模型去預估 這個 預期營收 然後有了這個回購機率 預期營收 我們就可以去估計 這個顧客的終身價值 對不對 我們事實上也稍微做了一下說 假如你要做一個行銷方案 對這些人做行銷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做 其實有一點像是 我們在做這個 有點像是我們在做 預防性醫療的那個例子裡面 我們不是有好多種藥嗎 然後每種藥有不一樣的成本 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們做行銷也是一樣的 你有很多種行銷工具 那每種行銷工具可能有一個 有一些成本 有一些 效用 所以在接下來的 今天跟下一次的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分別會在這兩方面 帶大家做一個比較深入的 比較深入的分析 那這部分說實話 是會這樣 就是說你基本上需要先做一些假設 透過市場模擬 再去做這個策略的優化 等於是說我們把 之前那個 在預防性醫療裡面的那個 決策過程 把它做得更精緻 更精細一點 事實上我今天會給大家一個資料集 這個資料集其實就是我們 期末 的專案要用的資料集 那 我希望大家就是利用這個資料集 把我們這一整個學期 所教的這些 分析技巧都盡量用上來 從這個 判所性的資料分析開始 然後做到預測性的分析 然後 能夠做到假設 能夠做到模擬優化 這樣子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這種數據分析的過程 那我常常看到 商學院的同學 然後學數據分析 然後就是只學到 做模型 然後 做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也沒有變成決策 那我跟各位講過 你預測 只能告訴你說 你面對多大的不確定性 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個不確定性很好 可是你如果 不能把這些 用機率的方法來代表不確定 它的好處 就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 想辦法在不確定的未來裡面 找到最好的期望報酬 對不對 我再講一遍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分析 然後我們用機率來代表 不確定性 它的好處就是在於 由於你用機率去代表它 那所以你就可以計算這個不確定性 的期望報酬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說在 即使在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做 我的期望報酬 才會最大化 那你一定要完成這整個 流程 那麼這個分析對於商業來講 才會是有 有價值的 是吧 所以 在這個 前提下面就是我們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要講的 重點 這樣 好 那 這個 我們就廢話不說 我說 基本上 這個禮拜下個禮拜 我們原則上都會用這個 資料集叫 TOPFUN 這個 Grocery Grocery就是雜貨店的意思嘛 對不對 其實是一家雜貨店 只有一家而已 那麼這家雜貨店 其實這個資料集的話 一樣 可以從這個Caggle上面拿到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Caggle上面的資料其實很少有台灣的資料 但這個 這個資料基本上是在台北市的一家 一家 連鎖商店 你去看他的這個 郵遞區號 正好就是在 南港內湖汐止這一代 的一個雜貨店 然後 事實上你們上個禮拜的 作業裡面你們應該已經看過這些資料對不對 看過這個資料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我說這些資料藍類 日期其實蠻直覺的對不對 日期 顧客ID 年齡層級 郵遞區號 然後 他沒有真正給你 是什麼品類什麼品項 但是 沒有給你 也有好處吧 因為你就可以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就是說 你說他是美妝 你說他是 什麼 這個 手指 你說他是什麼 就隨便你講 對不對 你在做這個行銷企劃的時候 你在做行銷企劃的時候 你的創意發揮 可以 可以發揮的更 更多一點 對吧 所以沒有給你品類 然後到時候你做行銷企劃的時候 也許就 你說他是什麼品類 他是什麼品類 然後 數量 對不對 這個品項買了多少個 通常這種 POS 我們說 Point of Sale 意思就是 你如果去那個 像 大論發 像 佳樂福 買東西到那個 收音台那邊 他不是每樣東西都會去逼一下嗎 所以他每逼一下就會有一筆記錄 所以 基本上一個訂單裡面會有很多品項 你去佳樂福一次會買很多東西 然後他每逼一次就是一個品項 然後就是一筆記錄 然後每個品項裡面都會有數量 有品項品類數量 這個資料集的好處是他有成本 然後我提醒大家一下他這裡面的成本跟 售價呢 其實是指的總成本跟總售價 意思說你如果要看看單價的話 還有單項成本的話 你要把它 把這個書值 處理這個數量 才會看到單價跟 單項的成本 這個藍位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地區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說大家做這個案子可能親切一點 如果台北來的同學的話 那再來 分析程序我想我們等到 後面一點回頭來再跟大家講 大家可能會 等到今天整個講完了之後再回頭來講 大家可能會 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先跳過這兩張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看資料了 好嗎 我們今天的這個 資料夾你如果把它打開來的話 你會看到裡面其實 項目蠻多的對不對 看這個 看這個地方可能比較簡單 跟上次在做期末一樣 就是說 說 我要你們做 一樣啦 我們到期末一樣是 Present的時候 每一組就是做一個影片 希望 到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可以 回來學校 大家一起來看影片 這樣 可是我不會就是 資料丟給你們 讓你們自己做 原則上我會 先幫大家做一份 等於是 帶著你們做 這樣子 那 所以跟 其中的時候一樣 他期末的東西也是有一套的這個 伴隨的投影片 然後 我們今天可能會先講完一二三四 有時間的話 往五這個方向去講一下 所以 下個禮拜 原則上我就是帶著大家看這些 各行筆記 這樣 啊 這些東西說實話大家 在我們以前的這個 之前的這些課程裡面 其實分析方法你都學過了 可是 真正給你一份 這個商業資料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裡面有一些 資料整理的細節 資料分析的細節 那麼 如果說沒有人帶你們真的做過一遍的話 你 沒錯喔 你每樣分析方法都學過 你真要用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 這一次跟下一次 這一次主要是 帶著大家把從資料準備一直做到做模型 帶大家做一做 下個禮拜我們會把重點擺在 假設模擬 做假設其實 蠻 蠻複雜的 蠻困難的 那 下一周我們就會 把重點擺在這裡 OK 所以你看 這個禮拜的 這個zip file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叫unit14.final 所以 其實是 是因為它 unit14其實就是final的資料 OK OK 好 那第一個是資料準備 對吧 然後 我們先看 html 然後等一下再回來 好 那 我說 tf是那個tafan 就是那個 雜貨店的名字 然後這是第一個notebook的意思 第一個事情是說我們拿到資料 那我說這個每一筆資料是一個 是一個品項對不對 是一個交易品項 我們先把資料讀進來好了 大家可能 有感覺一點 ㄟ 什麼意思啊 好像剛剛不知道按到了什麼 重來一次 好 那我們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你會看到說有81萬筆資料 資料蠻大的 對不對 九個欄位 那剛剛已經看過欄位定義了 然後 這裡面有日期 日期現在還是自竄的模樣 然後等一下可能要變成day 然後 年齡集聚啊 之類的 那 這些資料基本上每一筆資料是一個交易項目 對不對 是一個交易品項 我剛講過你去加勒服買的時候他每逼一下 就會多一個品項 可是你每一張訂單事實上有很多個品項對不對 對吧 然後每一個顧客其實是會 有很多張訂單 他如果有重複來買他會買很多張訂單 這整個資料的日期 總共是有 其實只有四個月 就是十一、十二、一、二 總共只有這四個月的資料而已 然後 你可以注意到說他 好像 好像這個 十二月中的時候 這也不是聖誕節 就是 十二月第三個禮拜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整修內部 好像 沒有什麼 賣到東西 一月份的情況也有點奇怪 不過 無論如何 原則上你就會看到說 這八十一萬其實是 品項 然後你要把這個交易品項變成是 變成一張一張訂單 對吧 然後你要把一張一張訂單變成是顧客 對不對 是嗎 就說 我們順著這個 Nodebook往下看 首先是把日期先處理一下 拿到 商業資料 一定是從這裡做起 對不對 看這個資料到底多少筆 然後在什麼期間 接下來看一下他的 基本上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H group 年齡族群的分佈跟地理區塊的分佈 這樣 那 這裡應該他就會畫出來對不對 H group發生什麼事 好像 等一下 這個 好像怪怪的我再做一次 剛剛不知道弄到什麼東西 照說是 他的這個年齡族群應該是這樣 然後 他的地理區域的分佈 這其實是年齡族群的分佈 然後這邊是地理區域的分佈 我們如果直接從這個交易品項來看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 因為你現在算到的其實是 每個年齡族群買了多少個品項 對不對 可是 這邊就曝露出來一個問題 是說 品項基本上並不是我們要分析的對象 一般來說我們做 這種商業應用來講 你的分析對象應該是顧客 是吧 那 可是我們現在直接就用這種交易品項來做 你看到這邊歪軸的這個數量 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什麼的數量 我說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Edge Group 跟area 然後他的歪軸這邊這些數量 這些數量是什麼東西的數量 我來 用 用點的好了 14組有人在嗎 14組的同學有在嗎 14組的同學有在嗎 你們可以打開你們的那個靜音就可以講話 在嗎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用Z這個資料框 然後就是用Z的Edge 跟Z的area 然後 我們就 我們就 做了這樣的一個直方圖 那麼 我說直方圖嘛 他基本上叫做分佈 他所謂的分佈 就是這個變數 他所出現的值 那 所出現的頻率 對不對 是嗎 所以 底下的話是 Edge Group可能出現的值 他這個99 應該不是99歲 然後他是 應該是不知道他的 等於是 有點像NA這樣 就是未知的意思 所以 這邊是年齡族群 然後這邊是代表什麼數量 是賣出東西的數量嗎 對沒錯就是賣出東西的數量 對不對 可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一份 筆記我叫做資料會整 意思是說 我們拿到資料通常要 上次我們在做其中的時候就跟大家講過 資料分析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依據你的分析對象來匯整資料 那 一般而言我們在做 這種零售的分析的時候你的分析對象是顧客 對不對 到最後你要分析 每一個顧客他 回購機率是多少 然後他這個 平均客單價會是多少 但是我們現在的資料 他其實不是顧客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知道每一筆資料 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 交易品項 是嗎 所以我們其實 說實話我們在做這個 職方圖之前你事實上是應該要先把資料 從這個每個項目 匯總成一個一個 的交易 是吧 那 每個顧客可能會有很多比交易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項目變成 訂單 應該這樣講 講訂單可能比較容易懂 把項目變成訂單 把訂單變成顧客 做一個兩級的匯整 然後到時候你如果對著這個 交易資料 對不起 對著顧客這個資料框來做 脂肪圖 然後你看到的才是顧客的數量 對不對 所以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 啊 我們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好然後 一般來說 就是 我說我今天的目的是 帶著大家然後用一個比較 詳細的部分來處理商業資料 商業資料嘛 那通常 有時候裡面會有一些 離群子 意思是說 大多數的人可能都 買個 幾十塊 可是可能有 有些訂單他是 有些項目 他是一個項目下下去 然後就買 好幾千個啊 然後可能買好幾萬塊 那 這種不正常的 這種交易項目 通常都不是真正的 顧客 通常都是一些 哎呀好比正好有一個 人來這裡 然後 有一個批發商啊 還是怎麼樣把你 拿去賣 所以 這一類的 資料通常都不是正常的資料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都會 把這種所謂的離群值先 立掉 這樣的話你做模型才會比較 比較 容易看 那所以各位看我是怎麼樣來處理離群值呢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用Quantile這個 這個指令啦 先去看一看 789其實就是 Quantity Cost 跟Price 這三個欄位裡面的 他的99% 99.9 跟99.95 意思是我要看一下 在這三個欄位裡面 這個 寬法的意思其實是百分位嘛 所以我要去看看他的99%百分位 99.9 99.95% 看這個百分位在 在什麼地方 太高的部分我們就把它切掉 對不對 因為 這種Quantity 如果太大了可能就是不正常 這樣 所以 看一下這個百分位之後我們把 很大的那個部分先切掉 對吧 我們基本上是切99.95 對吧 所以我們 其實只切掉了萬分之五 對吧 所以 切完之後 這個Z 還剩817182 所以我們 拿掉的那些比較 不正常的資料 基本上這個 步驟就會把它 清掉 對不對 再來的話 這有一個技巧是 這樣 就是說 有的 有的 說實話這種POSE的資料 就是 通常裡面都會有一個欄位叫做 Transaction ID 意思說他通常會有一個欄位是 這個 Transaction 就是訂單的意思 通常會有一個訂單的ID在那裡 可是這份資料裡面沒有 沒有的話 通常你就是要把它補進去 那這種零售的話 一般來說你是每一個顧客每一天 通常你去加熱服 不會一天去兩次 對不對 那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把每一個顧客每一天買的東西 當作一張訂單 對吧 所以 這個指令蠻好用的 他叫group index 他意思是說我要在Z這個資料框裡面 然後我使用date跟customer 每一個顧客 然後在一天之內所有買的這些項目 他會把它湊成一張訂單 然後把它放在 Z裡面的 TID這個欄位裡面 這樣聽懂嗎 因為我們的資料裡面沒有 訂單的ID 可是我們要匯整資料我們一定需要訂單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他 每個顧客每一天所買的東西就是一張訂單 這樣 然後我們有一個指令叫group index 那他可以用 兩個欄位來產生一個 訂單的ID 然後 記住一下這個指令其實很好用 他事實上是在 Dplyr裡面 這個套件裡頭 然後一樣我們又 還沒有做 做完 然後再來做這個 一樣我們看看 做完了之後我們就會看到 你看他總共的顧客有 三萬兩千個顧客 其實顧客蠻多的 然後 Category的話是 品類 產品的品類 雜貨店都是這樣 品類很多 品項更多 對不對 然後 每個品類平均來說 大概就是 有 10個 所以他品項其實 他品類其實分得蠻細的 對不對 每個品類裡面大概只有10個品項 然後 TID的話就是 Transaction ID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有三萬兩千個顧客 然後在這四個月裡面 總共 下了這麼多張的 訂單 大概11萬訂單 這11萬訂單裡面總共買了 81萬個項目 OK 所以 這樣一整個 一整個分析下來 你基本上在 你大概就已經知道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不對 這根資料四個月 然後這裡面有 3萬個顧客 買了 大概12萬的 這個 下了大概12萬的訂單 然後 你就有看到說每個顧客在這四個月裡面大概買了 多少次啊 大概 4次左右 對不對不到4次 是嗎 所以他重複購買其實是 還蠻頻繁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 Z的話是那個 項目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像這樣子我們就整個看到 整個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真的要把資料匯總起來 對吧 就group by TID Z是 交易項目 然後 這個 TID有說過他現在是訂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每一筆訂單的交易日期 顧客ID啊 然後把這些 東西都抓起來 這裏面的話 有個項目叫Price 他事實上是總建數 Pieces 這不是Price 就是有多少 他總共買了多少樣這樣 把款式給加起來 總共買了多少錢 那因為他有給cost 對不對 他這裡面有cost 所以你可以把他的毛利 算出來 這樣子 這筆訂單 毛利是多少 多少 這樣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 原則上這樣子就把 這個 這個X呢 他就 從Z然後做一個匯整 然後就變成X 對不對 這需要稍微做一下 下子 對吧 那這個數量當然一定會等於這個數量 對不對 因為你有這麼多個訂單 現在每一筆訂單的這個資料就在X這個資料框裡面 這樣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好那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往前講 那 事實上你真正在做這個 真實的交易記錄的時候你要 做得很細心 就說 每做一步通常你就要再看一下有沒有禮群子 然後這裡是一樣 就是 我們會刪掉一些 在 Transaction 也就是說在 訂單這個 這個 位置 我們其實也要再做一次 在這個層次我們也再做一次 移除Outlier的動作 移除完之後它是19328 這是我的習慣 通常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我就是會 會把它寫成註解 這樣 然後 Summary一下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這X裡面怎麼只剩下這麼少個欄位呢 這應該這樣子才對 所以基本上你就會看到它的Summary 再來 我們如果想要看看每週交易次數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 每個禮拜的 訂單的數量 直方圖是直方圖 可是現在直方圖的這個Y軸就會變成是交易項目 交易次數了對不對 訂單數量應該這樣講 好那現在處理完了 訂單我們繼續往前做 對吧 我說 會總嘛我們要把項目變成是 訂單 訂單變成是 顧客 是嗎 好現在我們現在來做每個顧客一筆資料的A這個 資料框 其實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說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交易紀錄這種東西基本上是最基本的商業資料 然後 你自己最好先養成習慣 就是 像我的習慣的話就是 如果是交易項目我就會說它是Z 那如果是 Transaction 就是訂單的話我就會說它是 X 然後如果它是顧客的話我就會教它是A 你不一定要跟我用一樣但是你最好自己有一個 習慣這樣子 習慣久了之後你看到自己寫的這個code 大家就會知道那個是什麼 對吧 好所以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 這段code裡面可能唯一需要解釋一下是這個Days 有人知道這個Days在做什麼嗎 有嗎 有沒有同學小的呀 我說這一行指令 請這行指令 那它在做什麼有同學 知道嗎 首先看一下D0 D0是maximum X day加1 對不對 就是 在整份資料的最後一天再加一天 這是D0 你知道 然後 我們先從這個 因為每一筆 每一個訂單裡面它其實都有一個 每筆訂單裡面都有Date的這個 欄位對吧 然後這個Date基本上就是訂單的日期 所以它現在在做什麼 看得出來嗎 各個交易日期跟第一次交易日期差距了多少天 每一張 訂單的交易日期跟 跟這個 D0之間差了多少天 對吧 應該要這樣講 D0其實是應該講說是我們整份 資料的最後一天 應該這樣說 通常我們拿到這種 商業的數據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假設說這個數據 我們現在的 期間 事實上是在 因為它現在資料是收到 2月底 所以我們現在要假設我們的 時間就是在2月底 所以我們收到了到2月底的資料 所以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這個Date就是有一點像我們在算 這張訂單 然後 資料的末端 大概多少天 這其實是要來算那個recency 大家還記得有一個 東西叫做recency 對吧 就是 顧客上次購買 聚津天數 recency 上次購買聚津天數 所以它是用這個方法來算 訂單 聚津天數 是吧 我們說上次購買聚津天數 是對著顧客去的 是吧 然後對訂單而言的話當然就是 這筆訂單 聚津天數 所以這個Date基本上是先算出來在X裡面的 訂單聚津天數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用你看 我們現在用minimum days 對吧 因為這裡的話你會 move by customer 所以你一旦move by customer之後 那每個顧客可能有好多張訂單 每一張訂單的聚津天數我都看得到 然後這些訂單裡面聚津天數最小的那個其實就是 這個顧客 上次購買聚津天數 這樣了解吧 就是我們先算出每一個訂單的聚津天數 然後接下來我們 group by customer 那group by customer之後 我們去看這個顧客 他的所有訂單裡面 聚津天數最短的那個 其實就是這個顧客的上次購買聚津天數 大概是用這樣的原則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RSFM算出來 大致 就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 所以到做到AE這邊的話AE已經是顧客了 所以這時候你再來做這個東西就會比較make sense 你就看到 然後 Edge Group 這邊這個數量就不再是 交易項目了對不對 這邊這個數量就會是 顧客的數量 每個Edge Group有多少人 這樣 每個area有多少人 所以你會看到大部分的顧客都在哪裡 都在115221 然後 顧客的數量最多的其實是在30幾歲 到45歲之間 然後 往下去 這是他的RFM RFM的這個分佈 對吧 然後 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frequency 其實是 大部分的人都 大概在10次以下 對不對 到20次已經很少人了 但是有人就是每天都去對不對 這可能是住在 搞不好他就住在這個 這個 雜貨店旁邊 每天去那裡吃早餐的 類似像這樣的人也是有 不多就是 然後 每一次的那個交易的金額呢 大概 平均客單價應該講 就是 通常都在1000塊以下 這樣子 然後 也有那個 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在買2000塊以下 可是又有人買到1萬多的 這樣 對嗎 所以像這樣的分佈的話 其實 到時候你要畫圖 或是你要做模型的時候 都會 都會有問題 對嗎 那 畫圖的話 你就是 所有的顏色都會擠在 就是 這一邊的顏色就很少 大部分的顏色 都是同一個顏色 然後 那你如果做模型的話 因為你做線性模型 它其實是有一個基本假設 假設你的 這些數量變數 其實是常態分佈 所以一般來說碰到這個的話 都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比說 這個 就frequency這個項目 你可能說我把超過10的 意思是說我做一個上限 然後把它壓在超過10我就當它是10 在畫圖的時候是這樣 你是不需要去改A裡面的值 所以你在畫圖的時候你畫成這樣你會比較容易看 對不對 是嗎 最後這一根其實 10 還有10以上 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你可能去LOCK 是嗎 這些都是 做資料分析的 是一個小技巧 那一般我們做完資料整理啊 通常就是 要看一下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 Z的話是我們的訂單 對吧 去掉了Outliner之後的訂單 然後 X的話是去掉了禮詢值之後的 交易 我這樣訂單 對不起 這個是訂單項目 Z是訂單項目 這個是訂單 然後A的話就是 顧客這樣 然後 做到這邊的話我就 把它們叫做A0 X0 Z0 然後 就把它存在TF0裡面 意思是說 做到這裡是我整個整理的第一步 到這邊的話我就 我常看到 同學寫 在做這個作業的時候 在指導你們做這個 做作業的過程裡面 做作業的過程裡面 我就看到說 常有些同學做 他會把 寫一個notebook 然後寫了 哇四五百行的 類似像這樣 你 不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你很容易 等一下 一不小心打了一個什麼字在上面 然後你等一下你要debuck的話 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 你要像我這樣做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然後每一段做完就把結果先存下來 下一次你就不要每一次來都在搞這個outlier 對吧 這個其實需要蠻多時間 尤其做資料匯整 資料大一點的話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做完一段把它存下來 下一次就是 拉這個東西來做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嗎 這是資料匯整的部分 我很快帶大家講一下 然後 這個其實是你們上個禮拜的作業 對不對 就是你們應該已經看過 有問題嗎 到現在為止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繼續往 探索這個方向來做 那探索的話 我看我們是不是就直接在 在notebook上面可能容易一點 對不對 因為這裡的話其實就 比較沒有什麼 像剛剛有一些像 處理outlier的技巧 之類的這樣子 這邊其實比較沒有什麼技巧 因素上就是 重點在於你要知道你要看什麼 這樣 是嗎 所以 那一開始上來 我說這個分析 基本上都是以顧客為主 一般零售的話 那 所以你會看說你的顧客的年齡分佈什麼 地區分佈是什麼 對吧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他大部分的人 大概應該都是在 1、5、2、2、1 也就是說都在南港系子 這裡 他事實上有一些叫 Zother other的意思是說 不住在這裡面 他知道他住在哪裡 但是他不在這一些 區域裡頭 那on-note的意思是說 他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的意思 A99也是 他不知道他是哪一個年齡族群 然後 他的編碼是編成這樣 然後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 這個馬賽克圖我們上次有做過 所以 大家還記得這個馬賽克圖的這個解讀方式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就說 你看我現在 這邊的話我就是年齡分佈 這邊的話我是 地區的分佈 是吧 這是一個變數的分佈 一個類別變數的分佈 那我現在如果把這兩個類別變數 這邊是年齡 這邊是地區 這樣 然後去把它畫出一個 馬賽克圖 對不對 因為這邊有年齡 這邊有地區嘛 所以這裡面的每一塊 每一個長方形呢 他其實就代表 好比說這一塊 他是代表住在Z110的 然後 34歲 這個族群的人的數量 馬賽克圖他跟熱圖不太一樣 對不對 他的 熱圖的話每一塊都一樣大嘛 他就只有用顏色來代表 數字的 多廣 那 馬賽克圖不一樣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用面積來代表這個 用面積來代表這個 類別組合 應該這樣講 這個Z110然後A34這個類別組合的 數量 然後 他的顏色代表什麼 有同學知道 我們已經教過了對不對 這個我們有教過 相關線 Pierson相關係數的大小 這個不是相關係數 這不是相關係數 Pierson這個人有很多東西 沒有錯 有個東西叫Pierson Correlation 但這個不是這樣子 大家還記得嗎這個東西其實是 我們上次在講熱圖的時候有講過 首先 如果你有兩個類別 然後這兩個類別 他的類別組合的 這個數量就會變成一個矩陣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看到這個 方塊的這個大小 其實就是這個矩陣裡面的那個 數量 然後他的顏色 其實代表的是 他跟期望值之間的 關係 他如果是藍色的話 就代表說他比期望值高 他如果是紅色的話 就是說他比期望值低 沒有顏色的地方就是 大概跟期望值差不多 然後他如果是紅色 就代表說他比期望值低 如果他是藍色就代表說他比期望值高 所以 所以就牽涉到一個比較的基礎 是那個期望值 對吧 是嗎 然後這個期望值是怎麼來的 其實他是從 基本上你如果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變成是 這邊他現在是frequency 你如果把它變成是 這個機率的話 然後 原則上他 每一個年齡族群依照他的分佈 他有一個機率對不對 每一個地區一樣他有一個機率 然後 事實上這兩個列連錶這樣做起來的時候 每一格都有一個期望值 你把這兩個機率相乘嘛 對不對 他就有一個 期望值在那 然後 灰色的話就代表說 這個數量跟那個期望值差不多 藍色的話就是表示 他比期望值高 顯著的高於期望值 紅色的話就表示他是顯著的低於期望值 上次講熱圖的時候我們就講過一遍這些事 那我知道這個事情 你要從這個數學方面去理解其實是 還蠻折騰的 比較好的方法是說 你 直接用那種 用自然語言去描述他可能會容易一點 這個圖的看法是像這樣 我先講一次給各位 聽一下 然後 大家應該就會記起來這個原則 我說過 解讀熱圖或者是馬賽克圖 其實重點在於比較基礎 所以我現在想要看到說 這個 住在Z115 Z115裡面的人 他的年齡分佈 跟 整個地區 就是 整個顧客族群 跟整個 顧客族群的這個年齡分佈相比 那麼住在Z115的人 他這個 24歲 這個族群以及 49歲以上的人 是顯著的多 然後他 34歲39歲這兩個年齡族的人 是顯著的少 我再講一遍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 請你們起來講 做例子 我說 我說 你要看這個馬賽克圖 直接這樣講會比較好 那基本上就是 因為這一邊他現在是 地區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講說 跟全區的 年齡分佈來相比 跟全區的 所有顧客的年齡分佈相比 那麼住在Z115這個地區的人 他 24歲 跟49歲以上的 人 是 顯著的多 然後他 34歲39歲的人 是顯著的少 這樣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有沒有問題啊 好那 那現在我們來 抽一組然後來 第一組的同學你們要不要講一下 這個 Z221這個 這一區 Z221是哪裡啊 細紙 你講一下細紙這個這個地方他的顧客裡面 他的年齡的特徵是怎麼樣 你可以講出來嗎 第一組的同學在嗎 第一組的同學在嗎 喂老師 是 就是比較中年人 就沒有那麼年輕 然後 在 中老年人那邊 就是相對人數 與 整體的平均 期望值來說 比較低 對對對沒有錯沒有錯 他們其實是相反的 對不對 對 所以他的顧客住在南桿跟住在細紙的那種 相對的這個 這個年齡的分佈其實是相反的 是嗎 所以事實上 看馬賽克圖你這樣看的話就比較簡單 你就說 如果 因為他說的話這個方向其實也可以看但是 不太容易對得準 是嗎 比較容易對得準的是這一邊 所以 你通常是會把 這個 area 就是你 你如果想要關心的是 每個area裡面 變age的分佈的話 那最好是寫成area加age 所以area這邊的話你就會看到說 我現在是要比較 每一區的人他的 年齡分佈 跟全區來比的話有沒有什麼特徵 是嗎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講說 跟全區的 人口分佈相比的話 那麼 細紙這邊的人 他這個 應該講說 上班族是比較多然後老年人是比較少 來 對吧 這其實你就可以看出這個東西來了 然後 接下來的話這是畫泡泡圖 對吧 把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基本上每一個圈圈就是一個年齡族群 對吧 那 不知道 大家 大家 突然會覺得說 我顧客分群嘛 我就一定要用什麼 什麼 Cluster啊 我要用那個什麼 Hierarchical啊 我要用那個什麼 K-min 其實 其實不太需要 有時候 有時候你直接就是用年齡族群去跟他做區隔 其實也蠻好用的 對吧 所以我們直接用年齡族群做區隔的話你就看到他的整個樣子 是嗎 99應該應該講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 其實如果你圖畫起來是像這樣的話 可以把99先拿掉 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看對不對 因為他很高 所以可以把他當作一個例外刪掉他 然後 先綠掉他然後再看 所以你看到的嗎 老年的 他的老年的 好難用 他的這個 那個 以平均客單價來講 這些人是比較高的 就說上班族他 其實比較 來買的次數是比較少對不對 然後可是他的客單價會比較高 然後年紀大的人他其實比較常來買 因為這是平均購買次數 但是他買的客單價是比較低 那可能 你從這樣圖裡面可以看出來 這個公司他最大的營收來源是在哪裡嗎 在哪一個年齡族群 有沒有哪一組可以 來講一下 有人看得出來嗎 從這個圖去看 然後他主要的營收會來自哪裡 哪一些族群是他主要的營收來源 44歲和49歲 44歲39歲49歲這幾個族群對不對 在靠這一邊的這些人 其實他現在的 主要的營收的主力 34歲 這個人他 平均購買次數太低了對不對 是吧 然後 50、60歲的人的話 就是 單價就偏低 太年輕的人他其實消費力也不大 是吧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假設你 其實看著這個就可以有策略 好比說我要不要把 A34的 購買次數拉高 是吧 你設法去拉高他的 這個 這一組人的購買次數 可能是一個比較 比較合理的一個想法 然後 地理區格也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說 不一樣地區的人 實際上 消費的習慣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著這個你可以假設說這個商店應該是在115這個地方 因為越靠近你的地方的人 他就會越常來買 是吧 然後他越常來買 他買的項目就會 比較少 零售店的話 其實會有這種特徵 對不起我們現在已經有一點 超過時間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 10點 休息短一點好不好 今天東西比較多 我們10點10分再回來 我要休息一下 老師 老師可以問一下 馬賽克圖剛才那個 大小的 意義是什麼 這個大小事實上是人數 意思是說 像這一格 他是A34 Z110 意思是說 Z110 A34 他是這個 類別組合 對吧 Z110 A34 這樣兩個 加在一起叫一個類別組合 這個類別組合的人數 這個 長方形的面積 代表 人數 那為什麼在那個 Z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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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4 他明明比較大 可是 他的分部反而會是比較 小 你再講一遍我沒聽太懂你的意思 他的方塊是比較大的 嗎 Z115跟A34 還有A39那邊 可是他的顏色是紅色的 就他的人數應該是 比較多的嗎 對對對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說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 然後我們 break一下 然後回頭來的話我們再來 討論正華剛剛講到的這個問題 好嗎 都去想一想為什麼會是這樣 正華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是嗎 就說 你要是比這個A34這一行裡面的 這個 方塊大小 這個方塊其實還比他大的 是嗎 那這方塊都比他還大 然後這個方塊其實也比他大的 是嗎 我說從這個方向比的話 他比他還大 然後從這個方向比的話 他比他還大 那我們為什麼說他 小呢 紅色的意思是表示說顯著的少 可是明明這樣比這樣比 他好像都比較大 那為什麼我們說他比較少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回頭來再講這個問題 我先休息一下喝個水 然後我們10點10分回來 討論這個問題